大家早晨 今早想問一問大家 為什麼會去買一隻錶呢? 買錶當然有很多理由 可能是一隻Hot Model 或者是一隻最新的款式 或者價錢真的很吸引 有些人純粹為了增添自己的collection 有些款式 甚至乎每個顏色都買齊 或者是因為傳媒的影響 亦都有的 種種原因 那你又有沒有試過過了一段時間 再看同樣這隻錶的時候 又再問自己 為什麼我會買這隻錶呢? 我們經常都強調幾個point 第一,買錶應該要考慮的牌子 這隻牌子的歷史 有沒有歷史呢? 有沒有一個真正的歷史呢? 即是過百年歷史的錶 你不要當去留的 怎麼都有它的實力在 一些有歷史 和一些沒有歷史的錶 有些錶為什麼說沒有歷史呢? 即是一些新牌子 新進的牌子 或者是剛剛面世的牌子 有時候你買了這些牌子 除非真的很便宜 否則過三幾年 可能你都看不到 在市面上看不到這隻牌子 你說真是很麻煩 第二個要考慮的 當然是機芯 機芯的穩定性 通用機芯 其實都不錯的 起碼有它的穩定性 當然也要考慮功能 整個collection都是 清一色的三針錶 真的不好玩 第三當然是 價錢 價錢和折扣 之後都要考慮它的物料 物料 金有金價 鋼 一隻鋼錶 沒有理由 比金錶更貴 鑽石 或者一些新的物料 也有它的價值在 當然也要看你自己的財富 如果錢多到 用不完 買什麼其實都可以 你喜歡買炒標也可以 人家都催不上 譬如 另一級別的品牌 例如Richard Mill 每個都過購 完全不是我們的級別 但你又知不知道 什麼人在玩Richard Mill 為什麼他們不斷去賣賣Richard Mill 這些可能有些人都未必知道 不過怎樣都好 玩標總比玩很多其他東西 你知道我講什麼的 手錶也都是 便宜便宜玩 不過都要維持自己一些 基本的準則 我覺得 才不會被一些 運水摸魚的人 或者牽子 牽著走 不會一朝一日 醒來的時候 後悔了自己 當初為什麼買那隻標 今天 8月1日 新的一個月份的開始 希望大家都可以 努力 買到自己的心頭號 拜拜